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久前因颱風的關係而受損的作品 还好了 不难 很快 可以 没有都没有 因为太好了 这个底下是 是草地 已经太久没有清洗了 所以连青苔都长出来了 杨文尼的工作室离晨青湖不远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工具 一些有待实现的构想 也有已经成型的作品 如果说在湖畔的作品 在自然环境中累积了时光的痕迹 这个空间则沉淀了杨文尼多年来的思绪 杨文尼的陶逸创作 在技巧与风格上 随着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 而有不同的眼镜 在这些丰富的作品内容背后 是一个她多年来持续探索的问题 就是陶逸与生活的关系 陶逸作品具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性格 一方面